更多有声读 请在微信 L-A-N-C-E-9-1-1-3 演播 此今 《明朝败家子》第139章 贵客上门 说到这位 威大友的道人 本身是赫赫有名的 在道家之中 曾受过极大的推崇 他的版本能够传世 这就说明 他所著的道德真经极义 是被当下所接受的 理论上而言 太皇太后所接受的 十之八九 也正是这个版本 而这个版本 方济帆到大地都记得 谁让这篇 道德真经极义 流传甚广呢 虽然在上一辈子 靠这个装不了逼 可本少爷 现在至少省了功夫 事让一想 方济帆 胸有成竹 提笔下文 福道者 缘某某虚无 混沌自然 二仪 从之而生 万有资之而行 不可得而为名 强为之名 约道 诸后照在旁边看着 竟是好奇 可偏偏此文 每一个字 他倒都认得 可是合起来 便一字不识了 不过他也懒得理会 能偷懒就成 足足一个多时辰 方济帆模仿着 诸后照的笔记 先写下了 道德真经极义 再抄录道德经 这才松了口气 将笔割下 诸后照性从从的 也不检验 连忙兴高采烈 将墨迹吹干 直接收好了 他这个任务啊 总算是有了交代了 看天色不早 方济帆也就告辞 诸后照则嘱咐说 记得宁王送银子来 要告知本宫啊 知道知道 方济帆不耐烦地摇里摇手 这太子 比他这个败家子更爱钱呢 那宁王也是讨厌 从了两次里 一下就没消息了 莫非看不起本少爷们 本少爷可微真美颜了呀 或者说是觉得成本过高了 按道理来说 宁王府历经上百年 积累上百年财富 这其中蕴含的财富 也只有天知道 而当今宁王朱晨豪 胸有大志 虽然这个大志 在方济帆看来 是蠢了一点 可人有了理想 会在乎几条咸鱼吗 银子算什么呀 他越想越是新交 此宁王这样有宏图大志的人 不骗他一点银子 真有点心里说不过去啊 抑郁的回到府中 原来竟是有客到了 门前正停着一辆马车 还有几个面生的小丝 方济帆大啦啦进去 快步到了厅中 却见方济龙高坐在那里 方济帆诧异地上前说 爹 你怎么回来了 天津卫的公务办完了 方济龙摇头 显得有些尴尬 王说 你表姑来了 自南京来的 快来建立 方济帆定睛一看 这才注意到 一名妇人正坐在一侧 目光正打量着自己 方济帆记得 自己确实有个表姑 嫁的是魏国公徐府的次子 这位魏国公徐府 奉旨守备南京 因而这位魏国公府 二公子徐奎如 自然也就进入南京军中了 似乎也成了南京某位的指挥 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其实傻子都能看明白 次子是不能席决的 所以任何一个勋贵 往往都会让长子在家守家 让他老老实实准备 承袭决位 可其他儿子呢 难道就放人不管吗 所以一般情况 都会想尽办法带出去 尽力让他在军中历练 凭着祖印 尤其是父亲还在世的时候 混一个高级的武职 魏国公府乃是豪门中的豪门 而且又是世袭的南京守备 这南京守备 等于是负责整个江南的军务 虽然那儿还有守备中官 也就是宫中派遣的太监 以及南京兵部尚书分揽兵权 可是这守备南京的魏国公 所以称得上是大明的顶梁柱之一 这表姑嫁给魏国公的次子 虽然那徐奎如的名声 其实不太好听 方启帆早听是一个酒囊反贷了 当然人家名声 多少还是比自己好那么一丢丢的 唉 惆怅啊 既然上门是客 方启帆也只朝着表姑行礼 说 见过姑母 这姑母方氏虽不是芳华年纪 却长相俏丽 一身贵妇的打扮 现出几份贵气来 方氏打量方启帆一眼 他自南京初来京师 早听说这么个侄儿 荒唐的事 不过他没有细问 对方启帆也不甚关心 方启帆说 此番入京不知为何呀 怎么事先也不修一封书信 为兄也好及早去迎节呀 方氏倒是对方景龙态度好很多 笑盈盈地说 月前收到仁寿宫的一旨 命我入仁寿宫办嫁 太皇太后的寿担 不是眼看着要到了吗 万万不曾想 太皇太后 竟是想起了妹子 说话之间 喜上眉梢 显然表姑的心里头 对此是很洋洋自得的 他想了想又说 因此家公命我立即启程 就是不敢耽误了家妻呀 兄长也是知道 陛下对太皇太后纯笑 若是能讨得这位老祖宗的欢喜 家夫这指挥 也好再进一步 方景龙寒手点头 却不有感慨 可惜呀 我家没有女眷 否则也可去凑凑热闹 他似乎又想起方济帆的娘了 一脸惆怅 主要还是触景生情啊 此等盛会 却没方家的份 看着人家摩拳擦掌 难免有所遗憾 方氏却是一笑 欲言又止 说 兄长 其实 也不是命负 都可腰入宫中的 这短短一席话 方继帆便不吭声了 心里想 自己这表姑 很嘚瑟呀 什么叫做 不是什么命负 都可以受邀 这不摆明着 表姑 你就是那凤毛麟角的一员吗 另外一层意思 则是说 即便她的母亲 就算还在 也未必会受邀 方继帆倒有些脑恨了 方景龙惆怅之余 似乎也没将方氏的 妇人见识放在心上 只是感慨说 难得太皇太后垂青你 想来是家公出了力吧 方氏含首 他的本意 是希望为家夫 某一个更好的出身 方景龙了然了 难怪方才方氏说 也不是每一个命负 都可以入宫搬家的 是这把酒 有资格受邀的 还是公府的夫人 在这大明 魏国公 英国公 陈国公 还有云南前国公几个 只是魏国公藏着小心思 希望二媳妇去露脸 多半是推说夫人身体不适 让媳妇带老罢了 这么看来 为了他这个次子 这位在南京守备的魏国公 可谓是煞费苦心了 方继帆在一旁想 魏国公府一定做好了完全准备 早就备好了重力 定要让自己的表姑 去出一出风头 若是运作得好 说不定将来自己那表公府 就有机会找个地方练练手 弄一点功劳 混个爵威 方景凡听着很是无趣 便说 爹 我乏了 去睡了 方景龙瞪了他一眼 怪他在表姑面前没有礼貌 可随后 想到他刚下职 心中又心疼起来 眼神便又变得宠溺起来了 去吧 随即想方氏解释 这孩子呀 到现在还不懂事 不过他前些日子生了大病 这大病出雨不久 不要放在心上啊 方氏只微微一笑 他确实没有将方景凡 还放在心上 便说 继凡生了脑极 我在南京也略听了一些 甚为担心 不过现在看他还算生龙活虎 也就放心了 只是兄长 妹妹倒听说了一些传言 据说继凡甚是荒唐 兄长 这等事可万万不能纵容啊 终究南河伯府 也算我半个娘家 计翻胡作非为 坏了名声 我这做妹子的 在公府也抬不起头来 公府里的事复杂得很 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 总之 我是如履薄冰 实在不愿受人口舌了 方景龙一脸尴尬 只是苦笑说 你说的是 下次一定好好教训他 维兄会骂他的 方氏无言 他的面上似乎永远波澜不清 以至于方景龙心中感慨 想当初 这妹子还是姑娘的时候 是何等俏皮啊 那时他也极喜欢计翻的 谁料这嫁懒人 人远去南京 七八年不见 竟是不认得了一半 沉默了很久 方氏说 来京时甚是仓促 此番来夜见兄长 也甚是匆忙 兄长 时候不早 怕是告辞了 方景龙心中只是唏嘘 这么多年不见 早已误是人非 却是强笑说 在京里若是有闲 常来看看 送别了方氏 方景龙变得抑郁不乐起来 许是一方面 赶怀曾经的唐妹 竟是变了一个人 另一方面 似乎也因为方家没有女主人 而显得格外的冷情 倘若孩子他娘还在 这太皇太后的寿担之日 也并非没有机会吧 而这时候 在皇宫的人寿宫里 主后昭正小心翼翼 在外面探头探脑 身后的宦官昌诺 太子殿下到 高度在正殿 左右有宦官和宫额 坐陪的太皇太后 面露喜色 抬眸去看 便隐隐约约看到 朱后赵那贼兮兮的样子 蒙身手说 来 到哀家跟前来 好孩子 哦 朱后赵寒手点头 才急不入殿 先是乖乖地 给太皇太后行了个礼 就说 见过皇祖母 太皇太后就笑了 面容慈爱 格外地开心 方才还在太上道君 为你祈福呢 谁料转眼间你就来了 不要没规矩的样子 坐到哀家身边来 朱后赵乖乖地 就坐在太皇太后的身边 太皇太后 抚他的背 说 长大了呀 寝日不见 似幼高了一些 难得你来问安 饿了没有啊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败家子 作者 上山打老虎 演播 此情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